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届所谓民主峰会的时候 标榜他做一件世界大事 美国总统拜登一副民主教主的模样 但去到一年多过后 第二届民主峰会竟然并没有引发世界关注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活动 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冷嘲烟风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这个峰会跌到神坛? 又说明了些什么? 从表面上来看 第二届民主峰会在形式上是比第一届做得足 而为了避免被人批评 美国中心主义拜登政府 邀请了赞比亚、哥斯达尼加、南韩和荷兰 作为共同主办国 去营造代表五大州的观感 据大会宣称 这次总共邀请了121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与会 比第一届多出了8个 会议就杀有戒事感受 俄乌冲突、妇女权益、反腐败等等的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不过大多数的议程都是在线上进行 民主峰会只是举办一届就已经得不到世界重视 关键在于世人看清看楚事情的本质 事实上 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 真实用意 是假民主之名 分裂世界 挑动对立 这一个由他邀请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的国家 就可以提出端倪 一些是已经卷入 美国针对他国战争入面的国家 另一些是美国正是努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 所以 民主峰会 无论是他的动机 还是结果 都是反民主的 完全只是一种召集其他国家 反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手段 去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霸权 显然易见 很多参与方 无意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船变站 况且 这个民主峰会缺乏正式的制度机制 只是以意识形态画线 按照美国一方定下的所谓标准 就将国际社会硬分为所谓民主和不民主阵营 这种留于表面浮于形式的所谓峰会 根本很难达成实质性结果 亦没有证据表明 参会有助于与会各国民主程度的改善 结果 这个民主峰会就沦为一场民主公关表演 在美国民主峰会举行之际 中国连日发布了 美国在国内国际上实施任意拘押的事实真相报告 和美国侵犯或移民人权的事实真相报告 美国在国内国际上实施任意拘押的事实真相报告 指出美国任意拘押他们国内移民 严重侵犯人权 而且在国际上实施任意拘押 令人触目惊心 包括自克林顿政府以来 美国一直使用监狱船 关押恐怖主义嫌疑犯 2001年至2008年 美国可能使用了多达17艘军舰作为浮动监狱 美国布朗大学 《动心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在911事件之后 美国海外黑监狱网络运行 涉及至少54个国家和地区 拘禁数十万人 美国打着所谓反恐战争的房子 在多国设立黑监狱 秘密拘押所谓恐怖主义嫌疑犯 打扰严刑逼供 这些都是美国示意邮轮法治 和踐踏人权的铁证 至于美国侵犯难移民人权的事实真相报告 就在历史和现实 国内和国际多个角度 如实记录了美国在难移民问题上的恶行劣迹 尤其是在大规模逮捕 拘留、拘逐、险返内 移民的人权被大致侵犯 人道灾难频繁发生 比如美国执法人员挥舞着马鞭 将懒移民赶到河里面 50多人惨死在德克萨斯州移民卡车里面 疫情期间美国强行驱逐移民 其中包括1.6万名是没有人陪同的儿童 这些事实和数据 证明美国在难移民问题上 并非自许的民主灯塔 而是充斥着谎言和商标 自己病硬要其他人吃药 作为全球任意拘押帝国 更是全球难移民危机的主要推手 美国和拜登就想做全世界的民主教主 实在是没有这个资格 美国试图将民主搞成一门生意 也都高估了自己 美国试图将他们所谓的民主 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 事实是 我们根本不需要 美国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如果美国这么体重这个民主峰会 就应该认真看看 中方近期发布的一连串报告 正视并反省自身严重的 民主劣迹和人权问题 尽快为自己开一张药方 趁早食药 而不是妄想搞民主霸权 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 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 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 绝非只有美式民主 这条道路可以走 而打着民主人权仿指 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 既不得人心 也不会得逞 被世人围望 唾弃是必然的下场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 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晚见 拜拜 拜拜